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奇趣節目 我是Yammy 最近夏日炎炎烈日當兇 都說心靜自然良 想像下,仲夏夜樹林裡流水中中 樹影斑駁 美少女彈奏樹琴實在無比寫意 古老的撥然樂器又怎會得西方樹琴獨美呢? 中國同樣擁有歷史悠久的兇猴 和大家介紹一下 同樣造型精緻,任食尤美清澈 被稱為詩鬼的唐朝詩人李賀 以困山玉碎鳳凰叫 即是鳳凰名叫,形容兇猴之聲 而在1200年後的天津 90號兇猴專業研究生胡雪菲 堅持在抖音直播兩年 被70萬名大人小朋友 領埋到古詩中的樂器之美 從而愛上兇猴,希望學習 她會穿上古裝彈奏 演繹中樂古曲 以及觀眾點歌《孤勇者》 最偉大的作品等流行曲目 歌曲都是聽完一次就可以即場寫譜 胡雪菲小時候去過敦煌莫高窟 對描繪樂女彈奏空喉的壁畫 覺得特別漂亮 大過之後去沈陽拜師學藝 她天之聰明 每日練習兩至三小時 就會在網上直播彈奏空喉 最多曾經吸引兩萬網友同時收看 胡雪菲說 空喉曾經在漢堂時期盛行 明清時期逐漸失傳 經幾代人努力復原 才有了現在的空喉 希望盡自己微薄之力 讓她發揚光大 好了,今集講到這裡 多謝收看